你也没见过自律师出庭吗 你也有 咱修一样 你们今天怎么 我们今天 你觉得你发挥好了吗 就发挥出来吗 想说的东西没说出来 我觉得我磕吧 紧张了 紧张大家都紧张 没有不紧张的 我一直觉得 我们都紧张 你也不会紧张 你每次都是那种 真的是特别淡定 梁绿跟我说 就是说 心动不紧张 就是说只有愈成 我真的觉得 太羡慕这关系 但是你紧张的情况下 你要一是镇定 二是你要调整自己 你越紧张 你就越慢慢说 其实你想啊 你本身语速很快 说明你的思维是很快的 那你慢慢去说 你的思维肯定能跟上的语速 你的表达就会更好 就是如果让我短时间内慢起来 我反而就是跟不上了 那就这样 你就 你就把思维停留在 你第一个点你要说什么 第二个点说什么 第三个点说什么 想好了放到嘴里 然后就等会儿就开始说 一个一个来 我觉得你们 语言表达能力都挺强的 像我出来就容易 一个话就断掉就 你跟静言有点像 就是你感觉 你必须要从头到尾 每一句话 你都先自己想好的 怎么说 你把这个意思想清楚在里面 然后再通过语言 去表达出来就好了 这是天赋 不是不是 你要培养自己这种 就 有点小沮丧 还好 就给学校争光了 没有 没有 不会这样说 你还是很棒的 证明 你特别是上一场 特别高光 上一场你说谁表现最好 肯定是你 你特别是上一场